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信仰 自己的习惯和自己的观点 人类相信同情心 同理心和爱心 所以有些人认为没有必要有宗教信仰 人们喜欢在相信之前先知道事物的细节 但是由于我们身体的限制 有很多事情我们无法完全明白所有事情的全部真相 有些人不想相信宗教 他们认为宗教只是人类的幻觉 但基督教不同 他的教义是上帝的命令 是出于上帝的旨意 他为人类在地球上生活提供了最好的生活方式 基督教的上帝是完美的 但基督徒和基督教会却不是 基督徒是在上帝恩典之下的罪人 他们聚集在基督教会来执行福音使命 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长期相信基督教 甚至在教会和基督教事宫中担任牧师 领袖 作家和传教士 但有一天他们宣布要离开基督教 但是基督教的教导并没有错 这是个别情况 他们的境遇和情绪发生了变化 使他们远离了基督教 人们认为自然在统治这个地球 他们可以从这个地球上获取所有的能源和资源 但他们不需要对自然负责 所以他们不想承认自然创造者 因为他们不想对上帝负责 另一个原因是害怕 他们害怕被赶出这个世俗文化 与家人和朋友隔绝 另一个原因是失望 因为基督教的上帝没有给他们所想要的东西 另一个原因是人们认为把所有的信仰和生命都寄托在那看不见的上帝身上是一件愚蠢的事情 这里有更多人们不想相信基督教的其他原因 这是一条狭窄的路 有很多金钱和性的丑门 过去的经历受到基督徒或教会的伤害 基督徒需要成圣 这太难做到了 不愿相信超自然的东西 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妄想 不相信不需做任何工作就可接受神的救恩 人们希望在相信之前有实物的证据 相信基督教是违背家族的传统宗教信仰 基督教教以反对世俗文化和生活方式 不相信圣经是上帝启示的话语 它只是一本古老的书 教会和基督徒都是假冒伪善的伪君子 言行不一 他们感觉到能自己自足 所以他们不需要上帝的帮助来管理他们的生活 人们认为基督教是一种宗教 它和其他宗教都一样 人只注重自己的身躯和思想 往往忘记人仍有心灵 所以人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太阳之下的东西上 而不在乎在太阳之上的事物 一个人拒绝上帝 既不是因为理智上的要求 也不是因为缺乏证据 他们拒绝上帝是因为道德上的抗拒 拒绝承认他对上帝的需要 人们有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 那么他们就不会敞开心扉去学习新事物 人们需要有谦卑的心和开放的胸怀 才能理解基督教的核心价值 有些人相信上帝 但他们不相信宗教 基督教虽然被归类为宗教 但他却不是宗教 他没有人类创始人 其实他是人类从上帝的恩典中堕落后 地球上的生命之道 基督教经得起逻辑 理性 科学 历史 考古和文章批评的考验 历史上每一次对基督教的逼迫 也便成为神国度的扩张 这是上帝的计划 在末世时 每个人都可以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听到福音 人类很难完全理解上帝的概念和宇宙的概念 这是因为我们有身体和大脑的局限性 没有理由的相信假神是迷信 有理由的相信基督教是信心 相信真神是个人的选择 因为有些人是不想 而不是因为不能 不要被我们的情绪所引导 而要被我们内心的声音所引导 相信天上的神 相信基督教的真理 基督教信仰是相信真神 即使我们不完全理解上帝和他的计划 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 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住信心 不是凭住眼见 马可福音五章三十六节 耶稣对他说 不要怕 只要信 第一个人是凭住的 第二个人是凭住的 第一个人是凭住的 太阻蔓了 第二个人是凭住的 然后持着 其实有不高兴 或者是有不高兴 其是可可行的 这个人是凭住的 如何是中国人是住的 在这年的 无相续悠